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 就是说怎么样 怎么样子做这个分类的问题 我们以一个应用为例 叫做这个应用叫做 国际象棋里面的兵和王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列在这儿 就在国际象棋里面 他有两方在对局 一方是黑方 一方是白方 如果在这个残局里面只有三个子 黑方只剩下一个王 白方剩下一个兵和一个王 那么目前就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是 白方因为他多了一个兵 所以说他能够将死黑方 从而白方获胜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白方哪怕多了一个兵 他也将不死黑方的王 所以说这是何企 所以说只有这两种情况 黑方当然了 黑方是不可能剩白方的 这个不用考虑的 因为白方他毕竟多一个兵 所以说的话 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到底什么情况发生呢 是是这三个棋子 在棋盘的位置所确定的 是由这三个棋子 在棋盘的位置所确定的 当然了 这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用SVM 去解这个兵和王的问题 当在我们做这个方法之前呢 我们第一位的 就说为了让大家对这件事 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我们稍微讲一点点 国际象棋的规则 国际象棋的规则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它有 有一个棋盘 棋盘是 六十四个格子 就是八乘以八的一个 一个格子的一个数量 然后呢 然后呢 大致的状况 是这样子的 它首先 它有这么几个 一些子 在这一排的是八个兵 所以说 所以说兵有 一共有八个 然后接下来 下面这一排呢 有大致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王 有两个车 两个车 然后呢 这个车在 车在我们这个汉语里面 是车在 在英语里面 这叫castle 这叫castle 这个 这两个是马 两个马 马当然是horse了 然后两个象 这个象的话 象在这个 这个英语里面 是bishop 它是主教的意思 象是主教的意思 然后一个王后 一个王 所以说这是 我王后在这里 王在这 然后呢 当然了 它的规则 基本上跟 中国象棋 基本一致 我当然这个 我也查过网上 不知道是 谁先发明 谁后发明 我个人倾向于 有可能是 这个东西先发明 国际象棋先发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我们的古代 好像 好像大家更加喜欢 围棋一点 就是说我看到 有下 中国象棋的残局 已经是比较 比较以后了 OK 它的走法 基本上跟中国象棋 也一致 最一致的走法 是这两个子啊 这两个车 基本上都是 能够横窗直撞 都是能走横 能够横着走若干步 竖着走若干步 然后呢 在这些步骤当中 碰到对方的子 可以直接地 把对方的子给吃掉 这跟中国象棋 所有的走法 都是一样的 马的走法 也基本上 跟中国象棋 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马 它可以飞到这里 也可以飞到这里 换句话说 向上再向斜 向上再向斜 然后呢 当然了 它可以走 所以说 一个马的话 它可以走 走到 就是说 不受限制的话 可以走到 周围的八个格子里面 当然了 它跟中国象棋 里面 马如果在这儿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子 憋着这个马腿的话 它就不能走到这儿 在国际象棋里面 没有 没有憋脚 这一说 所以说 这是 这是第二个走法 接下来 有一些走法 跟中国象棋 不是最一样 底下两个象 它只能 只能 携着走 换句话说 它只能这样 携着走 这边也只能 携着走 因为它国际象棋里面 把格子分成了黑和白 由于一个象在黑的格子 一个象在白的格子 所以说 这两个象 是永远都走不到一起去的 永远都走不到一起去的 黑格的象 只能在黑格走 白格的象 只能在白格走 因为它只能携着走 当然携着走的情况是 携着走的情况是 就是说 你在携着的方向 碰到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对方的子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吃掉的 然后 接下来是王后 王后是这里 王后是攻击性 最强的一个子 它可以 横着 竖着 斜着 走 弱干部 它相当于是 一个车和一个象 加合在了一起 它能够横竖斜 走弱干部 王后是 国际象棋里面 最 攻击力 最强的一个子 接下来是王 王的走法 是一个 弱化版的王后 王的走法 它是横着 竖着 斜着 各能走 一个阁 换句话说 我如果王在中间 这个阁的话 比如说王在 这一个阁的话 他下一步 可以走到 他周围 这八个阁当中 的任何一个 当然他在 他在这八个阁当中 遇上对方的子 他也可以去吃掉 这是王的走法 接下来呢 是宾的走法 宾的走法 相对来说 复杂 他的走法 是叫做 只走 斜吃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兵的走法的话 就是说 他兵在第一步的时候 可以朝前走一格 也可以朝前走两格 换句话说 这个兵 他最初摆在这儿 就是棋盘的 开局的阶段 他一开始 没有动的时候 他动第一步的时候 他可以朝前走一个格 或者朝前走两个格 但是 但是以后的话 他每次只能朝前走一个格 他不能后退 不能后退 这是兵的走法 同时 兵的话 如果说 在这个兵这里 前方挡着一个子 不管是自己的子 还是对方的子 兵是不能朝前走过去 吃掉他的 他要吃掉对方的子 他只能斜着吃 换句话说 比如说这个兵 如果这里有一个子 对方的子 他可以斜着走过去 把他吃掉 但是如果这个子在这里 他这个兵 而这两边又没有对方的子 这个兵在这里就被困住了 就动不了 就完全地动不了 换句话说 兵是直着走 斜着吃 第一步可以走两个格 也可以走一个格 后面都只能走一个格 然后兵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 叫做兵的生变 这一点也是跟中国像齐 不是很一致的地方 兵的生变是指 任何一个兵 只要走到了对方的底线 换句话说 你看他在第二条线 他要走到第八条线的话 他应该要走七个格 他任何一个兵 只要走到了对方的底线 他可以变成除了王之外的 任何一个其他的子 一般来说 大家会选皇后 换句话说 兵如果走到对方的底线 将会变成除了 就说你可以自由地选择 除了王之外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子 比如说你要选择皇后 那棋盘上就会多出一个皇后 哪怕你自己的皇后这里没有被吃掉 兵如果走到了底线 他也能够变成皇后 那他后面他也能够横着竖着 这样斜着走若干部 所以说这是大致的这个规则 然后最后呢 当然国际向其衡量圣和富的标准 跟中国向其几乎是一样的 我是说几乎啊 就是双方都要尽量地将死对方的王 将死对方的王 然后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我把规则介绍了一下 大家再来看这个兵和王的问题 大家再来看这个兵和王的问题的话 对于这个事就能够理解得更加直观一点 你想一想 黑方只剩下一个王 白方还有一个兵一个王 黑方要尽量地想和其 他要做的事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不让尽量不让自己被对方将死 第二个是要尽量地阻止对方的兵走到自己的底线 对吧 如果说他走到对方底线 基本上也就死掉了 那么黑方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 黑方在有的时候是能够完成的 当然了我们在讲这里 还得讲一个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黑方可以利用的一个概念 叫做 我看一下叫做逼和 叫做逼和 这一点也是跟中国像棋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做逼和呢 就是一方的王没有被将军 但是这一步轮到这一方走 但是他移动到任何的地方都会被对方将死 这种情况是何其 请大家可以想清楚这一点啊 就是一方的王没有被对方将军 但是轮到这个王走 这个王不管移动到哪里 他都会被对方将死 这个情况是何其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何其的一个样子 这是何 如果现在轮到黑方的王走 这是何其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这个王 他朝两边移动会被那个兵杀死 他朝斜上方移动会被这个王杀死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何其 这叫做逼和 这是国际象棋的这个规则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你看 跟我们中国象棋不是特别一样啊 不是特别一样啊 这位同学 啊什么 这位同学你想要问的问题是 我基本上知道这位同学想问的问题 说这个不合常理对吧 规则就是这样 我对于国际象棋了解是最少的 所以说反正规则就是这样 对于有问题的问题 是 我以及我们学校在看 有问题 对于公关没问题 不转行吗 然后就是这样 跟那一切 没问题 这一切